嗨 我想問一下 我現在是20歲 我想問一下 你一個這麼有月力的人 會比一個20歲的人 以後是一個啟發 其實我是中尊 但後來我車禍 然後現在恢復期 我想知道 在一個這麼迷惘的期間 有什麼可以做到 我不如說一個例子給你聽 我剛好那時21歲 患了一些憂鬱症 那時跟你剛說的差不多 很迷惘 方向看不到 那時又是很害怕的 後來我就怎樣做 開始出去逛逛 認識多些朋友 去脫離這個情況 那時我整個心態都很危險 因為自己在家 經常跟我媽媽說 媽媽你不要出去 你出去我很害怕 因為正常人都是這樣 他會很害怕 很慌 是不是? 我給你的意見 其實真的不用慌 明天會更好 因為你實在太年輕了 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要找到自己的激情 找到自己最喜歡想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真的找到你最喜歡想做的事情 你就在你最喜歡做的事情發展 變成你的專長 不要想那麼多 你想到什麼去做 你不要去想 你不要去坐在那裡 想著我怎樣做 我怎樣開始 即是你越想 你的時間就會過 過這個時期 你就會更加迷茫 所以我給你的意見 就是不要放 出去交多點朋友 用最活潑的自己 去面對這個世界 其實我覺得這個 年輕人問的問題 都是很多年輕人會面臨的 就是迷茫 不知道方向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 楊老師年輕的時候 就更年輕的時候 也有經歷過 對不對 也很迷茫 然後就 看不到方向 看不到未來啊 當一個人 看不到未來的時候 是最可怕的 生命就是這樣子的嗎 不是每天都出著太陽的 當你被生命被打倒在地上的時候 你還有沒有勇氣 站起來 持續的奮鬥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面臨的問題 這個才是挑戰 啊